今天講什麼題目 喔!真的要講這個 全台最大建商是哪一家? 如果沒有意外應該是保家 保家一年可以賣一萬兩千戶 保家在全台哪些縣市有建案? 你應該要問哪個縣市沒有保家的建案? 保家的房子一定最便宜嗎? 不一定 可是在同一個區塊 他們的價格通常比較便宜 為什麼他們可以賣的比較便宜? 因為他們案子多 所以他們的建材設備還有原物料進貨量大 可以壓低單位成本 把省下來的錢回饋給消費者 咩咩? 我們沒有糖果爸卡 誰出利業配啊? 好啦好啦 因為保家案子多 所以要賣得快 因為要賣得快就要賣得比較便宜 因為要賣得比較便宜 就要從源頭開始去節省各項的成本 就是造價的成本這樣子 除了進貨的成本要比較低之外 最重要的是 供期要比人家還要縮短 要透過新的基柱來說短供期 說短供期 那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許多銀行喜歡跟保家做生意 所以保家有充分的銀彈 可以在全台各地大買特買土地 所以保家的利潤比人家低嗎? 你哪一段看到我剛剛說保家的利潤比人家低 事實上 那個建設公司它要抓的成本是不便的 那想要賣得比人家便宜 成本控制就要比人家還要厲害 更重要的是它要蓋得比人家快才行 在這方面保家是佼佼者喔 為什麼網路上常看到一個人包約保家? 拜託 人家一年賣一萬兩千戶 如果良率抓九十五% 那個一年就有六百戶 可能會有一些瑕疵 如果抓一半的話 三百戶的這個住戶上網去反映的話 就會營造這麼大的網路聲量 你今天就是因為便宜而去買保家 交屋的時候又要品質 我們應該要計較的就是建設公司有沒有按照合約者喔 然後這個保固有沒有確實做 只要做到這兩個 大家就沒有合約的問題了 保家的房子適合我嗎? 如果你是第一次買房子 想要買便宜 想要未來有可能會增值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想要買經驗的話 可以去瞧瞧 遇到保家的案子我該怎麼出價? 你繞辦公室我私下告訴你 我可以從汽車開始出嗎? 當然可以啊 只不過買不到而已啊 如果我要買保家 那你可以幫我溢價嗎? 蛤?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一下分享 下次我們要教你的是溢價技巧喔 在的 在 在